男人掏出一把硬币,想给猫咪买药 可女人翻了个白眼,表示根本不够 男人纠结了一会儿,又掏出一张五十的 他有些犹豫,因为这是他所有的家道 女人看他默默唧唧的样子,说你不买也行 可男人握着怀里虚弱的猫咪,咬咬牙 干脆的把钱递着过去 然而,等回到家,詹姆才发现 钱花光了只是小事,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他把药片送到猫咪嘴边 猫咪闻了闻,竟然撒腿就跑 詹姆一把抱住猫咪,说吃了药,伤口才好得快 可猫咪根本不听,在他怀里疯狂的挣扎 詹姆还想再劝劝,结果猫咪嗷一口 在他手上开了两个小洞 不过,詹姆虽然疼得不行,却也没有生气 他用毛巾裹住双手,想要再试一次 没曾想,别看猫咪胖乎乎的 走位却相当灵活 他两三下就从詹姆的怀里钻出来,一溜眼就没有了 搞得詹姆哭笑不得 猫咪虽然不肯吃药,可吃起薯条来却毫不含糊 詹姆看他才做完手术,胃口就这么好 悬着的心也放得下来 第二天一早,詹姆出门,准备上街卖场 可猫咪却一直跟在他后面 詹姆怕猫咪遇到危险,于是语众心潮的对他说 外面坏人很多,在小区的草坪上玩玩就行了 猫咪看着詹姆,又看了看草坪 好像听懂了他的话,乖乖的朝着草坪深处走去 然而,高贵的猫行人哪会这么容易就妥协 看见詹姆走远,猫咪朝近路追去车站 走到詹姆身边,轻轻的叫了一声 詹姆很无奈,他治着猫咪的鼻子 让猫咪赶紧回去 可猫咪却假装听不懂,反而伸出小爪子外勤了 詹姆有些急了,他抬高声调,让猫咪快走 猫咪这才扭扭屁股,慌慌悠悠的走到一边 然而,这只是猫咪的缓兵之计 等公交开动,他一个箭步窜上了车 钻进车厢,可爱的猫咪立刻引起了群车人的关注 猫咪倒是很专一,怕不理会别人清理 四处看了看,发现詹姆不在一层 猫咪很快又找到楼梯,爬上二层 直接跳进了詹姆的怀里 詹姆被猫咪逗乐了,也不再生气 反而把猫咪放在窗台上 让它们更好地欣赏市区的景色 怕猫咪走丢,詹姆取下鞋带 做出简易的绳子,扇在猫咪脖子上 然而,刚下车,猫咪就像一只脱甲的野狗 直接窜了出去 一会儿玩玩下水道,一会儿又想去店里逛逛 詹姆追在后面,那得跟个狗一样 过了一会儿,詹姆实在是跑不动了 趁猫咪喘气的功夫 他恳求猫咪让它待在自己肩上 不要再乱跑,猫咪也有点累 于是乖乖地跳了上去,站着不动 后面这段路,猫咪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回头率高达99.999% 大家从没见过这么酷炫的猫 居然能骑着人逛街 于是纷纷上前,要求所以 猫咪也很配合,不管来的是男是女都一概不惧 詹姆乐坏了,他根本没想到 猫咪在市中心居然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更惊喜的还在后面 詹姆演出时,猫咪没有乱跑 而是乖乖地坐在一旁,为他招揽着生意 很快,詹姆面前就围满观众 打赏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就为了能在给钱的时候,趁机摸一下小猫咪 袋子里的钱越堆越多 看到詹姆心花怒放 收摊的时候,詹姆和猫咪击掌庆祝 他数了数,今天挣的钱比他过去一个月挣的还多 有了钱,当然得先犒劳一下肚子 詹姆在超市买了很多吃的 其中大部分都是给猫咪的罐头 回到家,詹姆还为猫咪准备了惊喜 一根很舒服的牵引绳 和猫咪的毛色特别大 从此以后,猫咪就成了詹姆的招财猫 只要有它在,不管詹姆到哪卖场 都能引来人群围观 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然而,数大招风 沉浸在幸福里的詹姆 完全没注意到 他和猫咪早就被人盯上了